你站住 放下 你放下吧你 我今天累死累活干了一天了 你下去倒垃圾去 这方邻居们看见了还以为你干的呢 别给我抢功 去你的吧 二姐夫 你说你今天这么反常 你是不是做啥亏心事了 你要是犯一般的错误 我二姐都不能这么惩罚你 说吧 干啥了 我干活了 我就这么单纯 什么人啊 太阳打心打出来喽 老公 你看我给你照了几张怎么样 太好了 马上发朋友圈 让全世界都知道前润风干活了 好嘞 快 等等 媳妇 帮着我把这垃圾倒了去 快 我们俩可是亲两口子呀 我怎么能跟你抢功呢 有句话说的好 爱的最高境界就是成全 老公 干就完了 哎 看我这媳妇就这么可爱 但是有个问题啊 小区的垃圾桶跟哪儿我不知道 我回来了 垃圾桶回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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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干活呢 你真干活了 你看垃圾桶跟哪儿啊 哎呦我的妈呀 陈生风啊 你让我对你刮目相另眼看啊 这辈子没见过你干活 我怎么就 我就问你 垃圾桶跟哪儿啊 你都住这么多年小区 垃圾桶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吗 你不常批评我吗 陈生风乱倒垃圾 就是不往垃圾桶里倒 所以我不知道垃圾桶里倒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就是让我给你倒了去 是不是 快快快 哎等会儿 干点活 你还得吃活 大姐夫 大姐夫 你帮我倒垃圾特别的感谢 要是遇上街坊邻居了 街坊邻居肯定问你啊 赵刚子啊 这么勤快啊 又打扫卫生啊 给家里边 你怎么回答呀 都是我应该做的 你翻 什么玩意儿 是我大姐夫吗 怎么了 你得这么说 你说街坊邻居们啊 这个活可不是我干的呀 都是我二妹夫 前任风人干的呀 哎呦 把她给累的呀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把汗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把泪 咔嚓晕倒了 爬起来擦一连血 是不是啊 我咋还出血了呢 我跟你说 就你这个摔法 摔出血都是清的 不摔死就不错了 不说这意思你明白吗 我迈你的意思 你就说这活是你干的 我就是负责给你当个运输物 对 我是劳动组 你是运输组 也不给你抢这个功 谢谢大姐夫啊 看看劳动最快乐 我再检查检查 看我们家还有没有什么旧的 老的 放在家里 好长时间没有用的 我都给他扔了 你扔我吧 爸呀 我就是那哥在家底下 老长时间没人用的 你是我们全家手心里的宝 不能扔 你这大半天在家折腾啥呢 拼了吗 我打扫卫生扔垃圾呢 扔垃圾呢 那 你闲的啊 扔垃圾在那好好的招你了 哎 惹你了 没事 你聊着他干啥呀 爸呀 我刚一天活怎么的 扔个垃圾你还不高兴呢 扔了不高兴 你过来来来来 我给你点事 咋的了这事 过来来来来 快快快 我说咋的了 爸呀咋的了 我跟你妈的床扣 是你折腾的包 我说是的呀 那上面铺了一个老洋皮袄 你给鼓到哪去了 啥老洋皮袄啊 你别跟我装糊涂 我没看着 我告诉你顺风 这事可不能装糊涂 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皮袄啊 啥呀 这话得说是想当初 啊 你妈 你妈 他们家主伴就传下来 这么一张老洋皮 哦 后来你妈就用他 给他爸爸 也就是你姥爷 我姥爷 缝制了一件皮袄 皮袄 就是这个皮袄啊 风风雨雨 陪伴了你姥爷好几十年呐 特别重要 可不能扔啊 不是不就这样破皮袄吗 扔就扔了呗 你说的便宜 还是扔就扔了呗 我告诉你 1993年 咱搬家的时候 我扔过一回 咋的了 哎呀你妈跟我是暴跳如雷啊 那是劈头盖脸的跟我没完没了啊 咋的了 差点把我的皮扒下来做票啊 哎呀妈呀 哎呀这叫你妈知道是你给整霉了 那不得把我的皮给扒了啊 你那皮才多大呀 顶多给我做个帽子 你这爸呀 你赔得起吗你 爸呀你要这么说呀 那我跟你说这个事啊 我我我不是我干的 这谁干的啊 你看我在家里 我就是参加劳动 是个劳动组的 啊啊 还有个运输组的呢 不是你们这机构这么庞大吗 那 运输组都 那组长是谁 大姐夫啊赵刚啊 我就跟他说 该扔的扔 不该扔的别扔 他可倒好全扔了 他就不可能全扔了 回来了 爸你在这呢 说风放心啊 全扔了 刚才你辛苦了哈 没事 挺勤快啊 都是我应该做的 爸 这事不是我做的 来来来 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爸你是不知道 这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 全他干的 你知道吗 干了一天哪 今天顺风非常辛苦 累的是实在挺不住了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汗接着干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泪接着干 干着干着咔嚓摔倒了 起来擦一把血接着干 当时你没看到的地板 全是顺风的血呀 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啥 你不是让我说的 见着街坊邻居的怎么说吗 那爸也不是街坊邻居 有啥说啥呗 是 爸 就这么说 活全是人家顺风干的 跟我没啥关系 我就是负责运输了 停 最关键的 爸 妈的那件老羊皮凹 就在大姐夫的最后一句话里 不是他咋说的 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负责运输 就是他了 跟我听话 你知道你运出去那是啥吗 啥呀 我跟他说 爸呀 你别难过 你别生气 大姐夫你惹祸了 你出大事了你 怎么 你把妈的一件宝贝给扔了 啥东西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妈 妈 祖传的有一张老狼皮 啊 哎 羊皮 啊 羊皮 妈 啊 就给咱姥爷 就是他爸爸 做了一个羊皮袄 风风雨雨 陪伴了咱姥爷几十年呢 对对 1993年 嗯 爸 不小心把这件羊皮袄给弄丢过一次 你猜怎么着 啊 妈 皮头盖脸 爆跳露雷 把爸的皮就给扒了 啊 不是 这不是 这就是后来他逼着我花一块钱 又从费品收货站收回来的 哦 你又把皮给收回来了 对对对 你说你今天给扔了 大姐夫啊 你看着办吧你 爸 不是 哎 这怎么成我的事了 顺风话了 不是 不是 刚才这事好解决 啊 你扔在哪了 你捡回来就完事了 行行行 我把这 哎呀 爸坏了 捡不回来 为啥呀 刚才运垃圾的车正好来 把垃圾全运走了 哎呀 大米粒二米粒小米粒 哎 来来来 出来吧出来吧 老段姐出大事了 大姐夫死了大娄子了 大姐夫你出大事了我告诉你 哎呀 前日范 大祸了 前日范 你来超二八祸 坐 大姐夫 啊 别听他瞎说 有什么事咱们一起扛 对 我们姐仨帮你一起扛 老公 啊 我相信你啊 说 什么事 那个 就是我把妈的那个一个宝贝给弄丢了 妈的那个老羊皮袄让我给愣了 老羊皮袄 大姐夫 你自求夺福吧 大姐夫 啊 祝你平安 媳妇 你得给我力量 大姐夫 我没劲 这怎么还嫌傻了呢这 爸呀 情况你可都看到了啊 钱春风这是当众给我挖坑啊 跳吧 咱家你妈最疼你 这事给我个顺丰婶婶婶 我们都受不了啊 爸 你这么大的事让我也受不了啊 回来啦 妈回来啦 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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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来 哎呀 你说这 哎哟 这情况也不对呀 你说我老太太出去这么会儿过会儿 你们俩都这么安静了呢 钱春风 是吧你又惹祸了 怎么老 怎么咱们家一惹祸就是我惹的呢 哎 让街道邻居们看看 这个台形 这个造型 谁惹祸了 你看不出来啊 妈妈 我惹祸了 妈 我惹祸 我妈没事 我身体好你动手吧 不是孩子 你说啥呢这是 是这样的 妈妈 我把您的一个宝贝给弄丢了 什么宝贝呀 就是从小跟你一起找他那个披着羊那个羊那个皮那个皮那个皮那个羊我给弄丢了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 他把你那个老羊皮袄给弄丢了 赵老羊皮袄给弄丢了 你看见那个皮袄了吗 没有 你看见那皮袄了吗 我没看着他愣的 前四十分 你是不是又给你大吉红挖个坑 让他往里跳啊 啊 妈妈 我我我你让我说句话这回没人给我挖坑是我自掘坟墓 妈没事我身体好你动手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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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了吧我明白了孩子们呐实话跟你们说吧那羊瓢啊妈拿走了啊 哎呀赵刚子哎两年前你还记不记得你跟妈说的那个物件啊老 我把羊瓢了起虫了掉毛了 铺在身底下不健康了 你让我愣愣是你说的不 哎呀孩子你说对了啊 今天早上哪我把那羊皮袄拿起来一看那脸和那袖啊都糟的不像样子了 所以呀我就拿到街里找了个裁缝你说这裁缝帮我给你爸设计了一个皮杆劲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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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老头子看着呗啊 天凉了 你呀早啊晚啊都爱出去溜弯你把它穿上 这个东西又暖前胸又暖后背呀可暖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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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小伙伴 谢谢你 哎呀跟我爱客这啥呀 哈哈哈 那俩袖呢 哈哈哈哈 你修不就袖头呢 你发点毛病吗 对 袖在这呢 你每次上夜班回来 你都说你膝盖头 我这样老了 把这个袖子改成了护系 这样你照在膝盖上 你就不疼了 哎呀 多好 谢谢闺女 你就是爸爸的小棉袄 你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有了你这个小棉袄 爸爸浑身热的不要不要的 我是爸爸的小棉袄 大家是姥姥姥爷的小棉袄 对 看我孙女说的多好 是 行了咱家今儿个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 是吧 哎呀没事吧 是吧 你今天这卫生打扫的太漂亮了 那这我应该做的 真的我一看你 你大姐夫干活不是你的对手啊 他不行 我估计你做饭有没有比他小 我提议 让前世凤做一顿晚饭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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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吃排骨 我要吃粉条 我要吃豆角 我要吃土豆 我要吃西红柿 给你们几个做个乱炖不完了吗 别等着了啊 别吃乱炖了 这个世凤啊 他们的菜比较复杂 我这菜比较简单 你要吃啥 来个烤全羊吧 你就回来吧 哪烤全羊呢 我不会做饭 你也不是不知道 那不行 你都吹了牛了 全家人都答应了你 这这你得站 哎大姐夫 过来我给你说个事 行不行 你说话算舒服 我一言为定 你放心吧 饭你不用管了 我来替你做 看见没有 我又给他挖了个坑 那边吃了你们吃饭啊